六天穿隔队沒有現有公共瓶座 涉及15年以上 公路路股有更多 也還有糙米 而且沒有中愛的使用空間 頂竅表示 經過這次受生計劃 幾位先優先瓶座 希望能夠繼續提升公共瓶座的品質 藝術的勒煞 不會燈 不會燒為目標 賓車種複雷的瓶座 正式呼吸 坐雷的瓶座提供消毒業 完成公共瓶座的方向基礎 我們六天穿隔队 所有的新學隊員 可以說 為了六天所有的一種 環境的穿隔 一種垃圾的情緣 可以收到 我們店員一個好評 也可以說 年一年我們也獲得很好的考試 不管是兵閉上 還是從何從來 我們常常得到一種獎項 尤其回來到我們這隊伍 有一種疾病 可以說非常老舊 我們投降 我們公所 清潔隊 這邊提報的一些計畫 用我們這個 款式 來提出一種價位 也獲得 一百二十萬的補助 尤其我們公所 配合二十一萬 尤其我們這個廠區 兩間公共的廁所 來做一個改善 因為過去 我們這個廁所 在使用上 覺得這個 酒瓶的環境比較不好 一些老舊的水管 還有一種堵塞 還有這個壁 經常都會脫落 這個形成 所以透過這次 我們一日 收到這個款式的補助 我們要做一個改善 可以說 讓我們所有的動靈 在使用上 會更加方便 這次所辦理的改善工廠 是由管戶上環部素新廠 補助監費一百二十萬 加上公所 配合二十一萬兩千塊 改善全都對內部 現有的三座公共便室 希望未來完工之後 可以提供給洽工民眾 和全都對動靈 更有這個使用環境 我們針對我們有三座的公廠 來做改善 那除了給洽工民眾一個 不思不湊的環境以外 那也提供我們同仁 在平常在寢物上面的使用上面 更好更舒適的環境 那這一次最大的主軸 是針對我們的場區最大的廁所 這部分我們有設計了 三十人份的化分池 環保的化分池 那針對這部分 我們也在整個 原本只有男廁 那因為現在的清潔隊員的比例 大概一比六的男女的比例 那我們針對友善廁所去改善 改成混合性的廁所 針對女性同人同胞 我們把它做一個區分 跟男性來做區分 那另外在除了這個廁所改善以外 我們整個原本的管線 不通的狀況 我們在這一次 一併把它重整 做重置的部分 六港千個隊認真打拼 當年都在地環保這個月的好生日 公司因此也非常重視 千個隊員的好利 希望改善工店 改善千個隊的工作環境 進一步來提升效率 讓六港變得更清潔 更漂亮 新中華西姆錯人千六港 彩虹伯德 彩虹伯德 至少 都是 我